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全球暖化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几恶劣的程度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都没什么好过了 全球暖化 因为这里讲的是对于碳排放 基本上大家谈不定 谁去排多些排少一点 另外就是我们一直寄望 会不会因为一个瘟疫 令到经济衰退 令到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减少 会令到我们的碳排放少了呢 很不幸 势头没有阻止 其实你可以想象在瘟疫期间 我们都不是很过得到那种低碳的生活的 你只是买外卖 买多了 然后生产出来的防疫垃圾多了 我们唯一的寄望就是会不会都市里面的那种 运输那里用的燃油会少了呢 但其实最后客观的效果就是 我们的碳排放都没什么改善到的 这些这样的问题就老生常谈 越来越软化 但其实最后就是 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就好像温水煮瓜自己 就是因为那个改变太慢 基本上不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今天为什么要抽这件事出来说呢 其实就承接我们上一节讲的一些东西就是说 其实如果人肯去尝试去想一些东西 去做一些东西呢 我们可能会刷到一条路 使我们原本对于大自然环境 做出来的负面的影响是可以收回 回收回 去改善回去的 那么 抽氧层的洞 我们可以做些事情去改回 但是其他有没有一些是 其他问题我们都尝试可以去改呢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刚才提了 碳排放的问题 我们呢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减少碳排放 我们有没有能力将已经排放出来的碳 索回去 那么其实是这几年是很積励去想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地去索回我们 我们扔了出来的二氧化碳呢 那我们就有本钱去乱放一些呢 就是会这样想的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碳排放做一个客 就是这个这样的 这些温室气体啊 说的不仅是二氧化碳 还有说的是一些二氧化流 二氧化淡这些气体呢 它们会贡献到酸雨 令到那些雲啊 那些雨是会带着酸性强了 再客观下来是直接令到那些雨 雨水落了到海 落到那些河里呢 是令到那个海洋是酸化了 就是那个全球暖化 因为那个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暖化 做的客观效果就是令到海洋酸化了 它英文就是叫acidification 是令到酸弱 酸度提高了 那么那个酸度提高了的客观效果就是什么呢 是令到我们的珊瑚礁大量消失 那个消失的程度就是它的珊瑚礁迁移不及 原地就已经被酸度去拿到它已经生不了 但是它搬屋搬不及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整个原生态珊瑚礁就收缩了 其实珊瑚本身是一个探测这个海洋污染多不多 和那个酸简道对不对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来的 所以我们去看珊瑚 我们知道那个地球气候的变化是怎样的 那其实就是说回香港呢 曾几何时呢 说在香港的东部水域 由大鹏湾或者清水湾那里一出呢 其实就都有珊瑚大气的 其实都到今时今日都还有些 但是就很多有份去潜水 去做海洋研究看珊瑚的人 往往去年年去潜上回来 都会觉得唉真是惨了 又死了一些了 就是又白化了 有些珊瑚你很容易看到它是死不死的 整个珊瑚原本很漂亮的 七彩繽纷的 到你下次再去看好那样一大大就已经白了 剩下原本寄生那些这样的壳呢 那其实你就知道那里就 就是环境变差了这样的 那好了 我们有没有人去尝试想一些积极的办法 来去主动地去 就是将这些被宣性物質侵蝕了的海洋生态 和被我们过度排放这些大气的 这些这样的二氧化碳 去主动地去收回呢 那有人呢 其实就真的想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而这个尝试是没有做的 但是呢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就是那个都挺议论纷纷的 故事就是这样的 就现在最近有家加拿大公司呢 它尝试是一个海湾尝试去做一个实验 那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公司自己本身 想到这个技术的 那个公司自己本身 是加拿大公司的 那他们就找一个海湾 就叫Cornish Coast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Cornish 那就是那个Cornish Coast Cornish Coast 这个地方 那其实是了 就是台长在找着 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 这个海湾 为什么会选它呢 那我想他们都适当地选那个海湾 可能本身那个生态就是 他可能遇到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可能他里面 就是这个真的要看看他 为什么会选那里 但是他就打算做一个什么呢 他原来看穿了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海洋本身呢 都是一个吸收碳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地球上的部分 甚至乎是器官来的 那我们会想到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我们 将一些的碳是trap住了 变成它自己一个固体的一个部分 振在一起的植物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了原本散落在空气里面的氧化碳 成为了自己身体里面的糖分 那样 他就储存了一些植物自己需要的氧分 在他的身体里面 那你可以说植物是一种 会要存着碳的一样东西 那有人就说 其实不是的 那他自己都会排到一些碳 但是可能打完一条素 他都还会存到一些 因为起码你那波植物会越生越大 他的身体会越生越大 就是原本一些属于空气的东西 落了他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他会吸收到一些 另外有一些就是原始的植物 去被一些冰层封在那里 也都会将一些碳去埋在那里 譬如你说西伯利亚海燕冰 那些海燕冰 其实就是那些原本被冻住了 收藏在地层里面的沼气 那些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那些你拿出来烧 把它扔回到大气里面 那就是原本可以收藏在地上的东西 就是上去大气里面 排放了大气里面 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那海洋它为什么都可以是呢 原来有统计就是说 海洋都是可以帮我们 去吸收了30%的这些碳排放 就是原来统计 那他们怎么可以理解这个数字呢 我想都是做一些统计、模擬的结果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那个过程是什么 那比如你想象一下 海有海藻 海藻会进行光合作用的 它会吸由那个海洋 那里的表面上 将它海洋里面的碳吸了下来的 海洋自己本身的碳在哪里 那首先就是说 海水、水自己本身 有一个很轻微的程度 去溶解而氧化碳的能力的 那这里又问回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呢 如果台长要你猜一下 你觉得一杯冷一点的水 你将这二样的法汉 嘗試溶到一杯水里 你觉得溶到暖水里容易一些 还是溶到冬水里容易一些 那你喝过汽水就知道了 对了 这个是很聪明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倾向汽水冲冲 那样呢 其实同时间你冲冲的那支汽水 是很气一些的 就是那个氧气 就是那些二氧化碳 溶在那个冰水里 是溶得好一些的 应该反过来这么说 就是呢 本身水这个东西 溶的二氧化碳的能力 都不是很高的了 那些水你稍为熬的热一点暖一点 它溶在水里面的那些空气就会溶走 那所以呢 地球如果海水越暖的话呢 它能够收藏二氧化碳的能力是越低的 而且它是很敏感的 你不要看少那一两度两三度 原来是可以差好原样的百分比 那这个海洋暖化就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呢 无论它暖也好冬也好 那它都有一定程度的 吸收这个二氧化碳的能力 而吸收这个二氧化碳呢 它是有能力是由海里面的植物吸收回 那而且在海面最面那一层的那些海组 甚至乎可以在空气拿到这些二氧化碳 那所以造成这个客观的效果呢 就是说呢 这些海的面头第一层的这些这样的植坯呢 就是帮我们去吸二氧化碳 而且吸的能力不少了 甚至乎我们认为呢 在讲着两百万年前的地球 就是那种这样的生态呢 是真的要靠这些海洋上面 会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些组类植物呢 是帮你将整个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但是换了一次然后就将那些氧气排了上去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氧气的大气里面 是要拜那个时期的海洋活动所致的 那这里就似乎越讲越远了 但是其实我想讲一个过程就是 海洋为什么可以帮我们吸到二氧化碳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维护整个生态 来去令到我们的海洋去更加能够吸二氧化碳 那些海藻有很多其他生物吃它 于是乎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浮游浮游吃海藻这些东西 就令到更加多的这些 原本在大气或者溶在水里面的碳 就落了去这些这样的海洋的生物里面 甚至会沉测到海底 所以为什么说海底都会有海烈冰那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可以从这里这样推敲出来 好了 即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维护到 我们以往那种海洋的状态 是对于我们吸收碳 吸收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是更加有利的 我们想缔造回这个有利的条件 所以我们希望令到海洋不要那么酸 令到里面的生态稳定些 令到那个海洋用它的生命力吸碳的能力提高 那这里我还没讲到这家公司想做什么的 那这家公司的企图就是说 你见海洋酸了 我扔一些令它减性一点的矿物质下去 令它减性一点 然后就令到里面的生态生得好一点 然后令到它的吸碳的能力提高一点 然后我看看因为我扔了这堆这样的 减性的化合物下去之后 是令到那个地区的海洋的酸度改变到多少 甚至乎去统计一下 它最后客观带来的那个吸收碳的能力 可以提高到多少 那这个呢 是一次过希望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海洋去给人类行为 导致它酸化的那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人类排了过多的这些碳气 二氧化碳这些气体上大气的问题 就希望透过扔一堆这些这样的 碱性的物质来去解决它 那其实这个呢 就很多那些環团分子就很反对 就是这种这样的人工干预的手段 你没办法评估你 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副作用 还有就是说 在我们现在的电脑的模擬那里 大家不会认为这个 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们认为呢 那个海洋你怎样去 那个海洋不懂得主动去 撲上天那里 帮你吸一些二氧化碳 那他就认为这个过程是很无效的 但是这家公司他就认为不是的 他说呢 其实在海洋里面 你想到很多 很多你在模型里面 考虑不到的生态 还有海洋里面 很多的海浪啊 还有那些浪啊 还有那些喘流的东西 加起来呢 其实是很可能呢 往往是加快了这些 就是这些炭气融入水的过程 可能你找一个真的环境 去做一个实验 试一下呢 出来的效果呢 可能是会给到我们看 因为起出望外的效果都不起 那令到我们最后 就不如试一下大量地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加这些东西 去尝试 将那个海洋的生态 挽救回来 行不行呢 那现在这个实验还没做的 那接下来说的这间公司呢 他就说的是 在那个叫Cornish Coast的海湾里面 是会放成200至300吨的 这些叫做氧化尾 Magnisium Hydroxide 的一种这样的化合物 那这个氧化尾里面呢 其实可能大家有些 胃酸过多的朋友呢 你都吃了 你都吃了 你都不知道了 那些美奶 那样叫美奶 其实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有效成分呢 就是这些叫Magnisium Hydroxide的东西 那它就会有一个的能力 就中和了一个胃酸的酸性 那同样现在你将这些Magnisium Hydroxide 它倒进去 就是和它一些 应该都是一些对于生命 是相对比较friendly的一种物质 就是它不是很重的金属 它是一些金属的梨子 但是它不是一些很重的金属 而且在这个生命世界里面 经常会有的 就是你在说你吃过背壳 吃一只蟹 它本身的壳子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东西 那些骨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东西 甚至乎有这种物质 是帮我们去吸收钙质的 就是我们说是适当地吃这些东西 是对人是好的 你吃那些这样的维他命丸 或者那些营养补助的那些食物 那它本身都有这种这种东西 当然一个适当分量是怎样的 大家就要再仔细地去看 那现在就是说这件事未成事 就未去做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留意一下 它做不做得成 和最后的效果会是怎样的 但是你要去问台长 因为Cornish Coast 它本身是一个什麽的环境来的 其实都是一个很多游艇的海湾 那个自然环境是很漂亮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呢 我就没有你那麽乐观了 找到这里搞这些东西 是啊 搞祸了就真是多歉你不少了 不过现在我相信它的比喻是什么呢 它当海洋是一个人的胃 你胃村过多它就给你做些美乃 是啊 我也不想和某卫约卖广告的 某卫约卖的组成成分都是这些东西 是啊 很多都是 差不多一样 那技术方面我们就不是太肯定的 但是这个是一条招来的 就是它是想到 我将那些结晶体扔下去的了 但是就没做 但是最后做不做得成 这个都真是不知道 是啊 值得介绍的 因为这个 就是 这条招本身 都考考加拿大政府的智慧 但是呢 它这家公司 我相信它有些agenda的 可能它那些的矿物 它不知道怎麽处理 不知道啊 那究竟在大自然环境 是什麽地方最容易找到 这些这样的magnetism呢 很多时候我会联想到 在一些 很多抗藏 抗蜜炎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问我 加拿大本身有没有 我不知道 那如果你在 在中东那些地方 在丝绸之路一带 本来是那些咸水湖 后来那些湖泊干绝了的地方 我想就比较容易找到这类 这类这样的东西 是 而且生产会不会产生到这些东西呢 那都不奇怪 不过刚才我问的问题 可能留给那些听众 观众去查 就是 为什麽它会有这样的想法 和它自己本身的生意 有什麽关系呢 但是我相信加拿大 他们都会查清楚 才让它做这些东西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会带出一个这样的主题 这个主动地去将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去吸收回的这些研究 它是慢慢变成一盘生意的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就有一些 譬如说想着将干冰封到地窿里 将一些二氧化碳 去封入一些花光银层里 令它结成一些更加强的花光石结构 那这些 就是如何加速这个形成呢 那些负责去帮人处理多余碳排放那种技术 其实随着它成熟 是一门生意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有需要去减低这个碳排放 那如果你能够帮人很便宜的处理到这些东西 那其实就是一个business 那些有财经触角的听众 应该留意一下 有些什么公司可能上市 或者想着上市 但是问题就是 这件事就会很长线的 因为技术还未算很成熟 不是说没有这种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怎么可以做到很便宜 还有很有效很快 要是快领正就还未做得到 但是我们很多的化学过程 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氧化碳去锁住的 但是不一定是很贵 不一定便宜 要很大成本来去维系 那这个就麻烦了 是啊 简单来说就是人类 制造了来的问题 人类应该有智慧去解决 自己 就是 就是 搞到这个地球 烟漿气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四节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科学会的录 我们每个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 可以 我们每个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